好 那这样的话进行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由明智来对阵到Summon Like You 来分析下两位的卡组 好 那这边明智就有关使用 它那一套比较擅长的矿工加这个皮卡的一个套路 那这边Summon Like You就打了一个现在比较 很少见的一个女巫猪的一个组合 那女巫猪的组合还是需要麦丹塔的血嘛 女巫去防守然后再配合一个 配合女巫再加上猪一波的推进 这应该它这个卡的那个主要打法 对的 但是它这是明智它换了个兵法 也就是它等于是比较不 防守型会比较强一点 对 防守还是很不错 那这边Summon Like You有很大的失误 它就把这个江东炮 它太过于想保那个公主了嘛 把这个江东炮放到这边还是非常非常 哇 它这一波就直接破路了 确实 那这一波的话就等于它其实要等于兵法 还慢慢输出 这样输出的话费用其实都是对等的 但这样子的话就要看看下一波 是不是上采集器还是如何去应对了 那应该明智的话有了优势以后 下采集器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的 它也非常稳 实费才是在采集器 而且现在就是天梯很主流的打法 就是说前机可以卖一点血 但是一定要确保场上有采集器在 然后打反扑 对的 Summon Like You这边 已经破了一路的话 就是很难很难打了 因为这边的皮卡可以直接下到你那边嘛 解你的怪也非常非常快 对的 而且对面现在没有任何时机去喘息 因为我方会一直不断地给对面压力 但与此同时的话 那就要看看下一波对面会 女巫到底要不上台 因为她女巫现在很卡手 很尴尬 因为她城底如果前面没有大怪的话 她也很难去处理这些东西 是的 而且女巫作为一个防守端来打的话 其实防守一些这种人群性能还行 但她这边的话是一个矿工的进攻方式 对的 她这边女巫还是要 主要是可能是卖点塔的血 用女巫去防住矿工 然后再用这种兵法和猪 对 做肉盾 打一波 那这波应该是比较强势的 看她怎么能解掉这一波 但这个加龙炮的话 倒是拉了蛮转弯的感觉 对 但是这边呢 还是用兵法去解掉对方 这个兵法确实实在太强了 就防守的时候 对的 本来这波很强势的进攻 还是被轻松化解 而且她那个兵法的位置 是确保对面的小单位 是不能打到她的 但是这一波很可惜 刚刚那个加龙炮的位置 放中置是成功地解决掉了 对面很多的部队 这样子的话就等于 她其实现在有点难攻击 原因是因为她前面的猪的话 会一直被加龙炮给解掉 她女巫就会比较难承受到前面 如果她刚才使用 如果把费用攒得再多一点 使用大闪能闪掉加龙炮的时候 还是有机会去摸到对方的塔的 对的 她可能要选择沉底的方式 但是现在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所以也没有办法 所以她一分钟之前的话 她可能要做出这样子的抉择 对 可能就开 因为还前面是直接掉了一路 也是让她很难再继续进攻了 对的 恭喜明智拿下这一局 可以说这一局的话 也是完全地掌控在明智的手中 因为她前期的话 有采集器的一个累计 帮她不停地去用矿弓 去扛对面的一个伤害 同时的话再配合一些小单位 关键是她的防守 做得非常非常好 对的 她第一波的话就能直接把对面的节奏掌握自己 而且对面的话 一开始也没办法很好的防守住 她用的这套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 这个小店加矿工皮卡的一个流感 对的 这个确实消耗能力是非常非常强 而且爆发也不俗嘛 有小皮卡 那我们其实也看到了 就是像就是女巫这样的角色嘛 女巫角色因为她被改版 就是伤害时提升了百分之 讲道理来说 她做一个后排速度是很强的 但是她的费用过高 而且的话 在我们有一战当中的话 也是四级 然后防守端的话 相对来说会有点吃亏 对的 她最主要是 前面需要大怪去做支撑 否则的话 她没有办法去 很好的召唤那小骷髅 因为这小骷髅的这个 伤害是增加了很多的 一旦被她进塔 其实蛮不堪设想的 但前提是你要有资本 去让这个女巫躲在后面 主要还是要那个卖点塔的血 然后把这些骷髅去攒一攒 再配合你的猪 或者是那个兵法 这种比较肉的单位 在前面扛 去进行一波推进 好 那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 他们两个因为是打一个KOF 那么下一场的话 就意味着 我们的桑巴拉Q 是要把自己的卡组换下 同时它有一张 换卡的一个机会 其实对于败子来说 还是相当公平的 这个也不能说 可能这个东西对大家都是比较公平的 只是说你这边 一个比较成熟的套路 再去换卡 可能不是太合适吧 也对自己 可能没什么好换的了 对 因为你一张卡的话 很难去凝转对面的这个卡牌 这时候就很容易 可能继续被对面带走 所以他换的这张牌的话 是比较关键一点的 可能就是一般的时候 加冬炮换成地狱塔 或者是地狱塔 或者是炸弹塔 就是这么一个防御塔的变化 可能就是把费用更加灵通一点 或者说在防守端 或者是消耗端的话 变得更加的机动性 更加强一点 一般是这样的一些换卡 如果去改变一些大的套路的话 可能不是 比较难 一张卡就很难改变一个大的套路 对的 它可能会加个大肉盾 有可能 所以也比较考验选手 在换卡的时候 要考量到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自己 把一些空中单位 改成地面单位 比如说小消耗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它也要适应这套组合去打 一般如果改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大闪 改火球 或者这种比较更灵活 或者是那种小骷髅 改成那种三个那个 新的 一个小闪是电不死 有可能会这样 但是可能费用多了以后 过牌就不太好过了 实际上 都只能看自己的一种 战术上的一种调整 而且我们之前有聊到 那个胖球 然后我们没有说完 因为那个胖球的话 确实我用猪打过 因为我经常遇到 那个YJ 然后我用猪 完全对不过它 它就是 因为我不喜欢戴采集器 然后它每次 气球跟胖子 一起过来的时候 它的一些小单位的处理 会很好 是吧 那你喜欢戴地狱塔吗 不喜欢 我觉得地狱塔确实是 它的费用相对来说 是比较高的 那这样子它就比较可惜了 然后就加农炮手的话 会费用更低一点 因为就是采集器的原因 如果戴地狱塔的话 还需要戴个采集器 地狱塔的话 应该只能解掉一个胖子 气球的话 还是需要别的东西去解 去陪衬 我看过它的直播 它是等时费攒一个胖球 直接贴桥扔下去以后 箭就捏在手里 随时解你准备解的苍蝇 就要经常预判 或者是怎样 一旦预判你苍蝇 你这一路是一定掉的 掉了以后下到脚起 然后再来一波 它这个套是很容易打三星 做任务也非常非常方便 好 那我们也是有聊到 最近天地的一些卡组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要双方的这个调轮较量 因为之前的那个矿工 明智的那套 矿工小闪皮卡那套 是不能改的 如果让两位去选一些套路 去跟它进行一些克制的话 两位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我觉得它应该需要换个大怪 也就跟它拼一路 否则的话 换路那样的 对的 因为你否则没有办法 但是明智有个很聪明的一点 因为一般喜欢上矿工套 它是带公主的 但它带了冰法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换大怪的话 我可以把你慢慢磨死 对 这是它 等于是它 这个size的话 它抓住了这一点 我觉得它是蛮聪明的 确实 它应该准备了很多很多 对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我们就是 最后一周的一个比赛嘛 那个耶路撒 耶路撒那个选手 他带的是 耶路撒 他带的是那个什么 毛坑 哦 消耗的 他也带毛坑 消耗掉那个什么 那也是很不错的一丝路 是的 然后他那个 有可能就配合那种小皮卡的话 小皮卡成功的被牵引过去 嗯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双的第二场 脚量 这边是选用了一个 女武神配皮卡 再加上一个黑棋的一个 对的 这个组合还是主要以那个 呃 就黑棋推的女武神跑嘛 这么一个组 这么一个打法 嗯 这样子的话就想想看 猪跟女武神的鱼温的配合 这边是女武神沉底 两个都下沉 女武神沉底 今天过分 嗯 然后这边 还是 还是那一套嘛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三个苍蝇可能会把女武神给吃掉 所以他要决定上毒药吧 哦 这样子呢 有点可惜哦 那这边的话 他是没有带这种防风 是应该可能是他这个 纯低一面 是个毒猪 已经在戴错卡了 这样子的话 他三个苍蝇 游入无人止境的话 就比较难搞一点 这边的话呢 没有任何的办法 他摸到两刀 摸到三刀 这个塔是稳定的 是要掉的 OK 这样子的话 就比较局势比较严峻一点 基本上没有办法打了 再错卡了 这个就一点都没有 对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防空 对 他缺 那个缺手火枪 因为那个毒 那个就是什么毒猪组合 是一定有火枪的嘛 对的 因为你如果小伞的话 小伞很尴尬的就是 他不能截掉苍蝇 如果他在桥端那里打掉 就是你散开也没有意义 这个小伞还有别的作用 主要还是用猪去配合小伞去进攻 还是更关键 他的进攻方式 其实很容易被对面给解掉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没办法能够成功打一波 而且他的基本上 他的这个卡的话 是没有办法赚费的 没有一些赚费卡 像小皮卡 但是赚费卡他是没有的 主要没有任何的防空 就是非常非常尴尬 只能选择一波进攻 但是这波进攻 还是很容易就被小伞家 这样的话别掉 是的 这样子的话 而且对面现在开始赚费了 因为有采费器的关系 这一波的话 又是三个无敌的这个小恶魔 这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拿毒药去解他 这是最 而且他这边的一些 包括一些三费的东西 包括一个兵法 是非常克制这种女武神 包括一些这个小皮卡的一些单位 那他根本没办法能够推过去 对 对 你防守跟进攻都非常的优秀地去可以挡住这些东西 这边虽然用一波朱家独到的进攻 还是被轻功刹解了 对 这边就把采集一放 采集的费用差距越来越大 也是三番之代费这边就越来越难打了 对对 虽然说双方都有双采集 但是对面名字的话决定不让你采矿 他要把你的这个敲掉 对 而且他不停地去过一些小单位 能够成功地进行防守 嗯 想尝试一下用猪去推女武神 然后毒药的一波提供 还是被这个一个苍蝇化解了 看起来这个小苍蝇确实还非常非常有用的 比大苍蝇可能更灵活 对的 他的费用非常的低 也就是 输出 输出还非常可观 确实现在小苍蝇替代大苍蝇 也是一个比较人心的趋势了 对 然后这样的话也是恭喜明智 以两局的优势 2比0的优势 嗯 因为我们这KOF赛制嘛 还是有一场那个比赛是要比的 那最多是打了五场嘛 嗯 然后现在已经两场了 不知道下了一盘明智 明智还是会使用他的一个这个 这个 框框小闪的一个流盘 嗯 而且他这套确实是戴上一个兵法之后 无论是防一些大怪啊 还是防一些这种小型单位的消耗 都是相当不错的 能够保证自己采集器 对 那兵法的话确实防守 防守端做得非常非常好 有时候以前我觉得太恶心了 我就拿大伞 我会我甚至会拿大伞去闪 这个东西 呃 确实对你进攻实在是太拖 太拖大了 就没有办法 对 就觉得他还换了 呃 把大恶魔换成小恶魔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 能让对面犹豫 我是这个剑语要不要解你 要想要想这东西 而刚好的是我方没有对控单位 这些是最致命的 刚好让他三费的这个 小恶魔共产灵活一点 而不用我每次都上五费 去解你这个东西 对 所以说也是看到了 就是这些打法的话 其实我们大家平时 呃 都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 有遇到过 嗯 然后呃 今天的话我们又是再次看到了 那个小皮卡的一个流派 那我们现在的话 确实因为猪 据传说可能下一个版本 要被削弱了 然后搭配猪的话 我是更加喜欢小闪加火球 两位觉得现在这个版本 搭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流派 会更加好一点呢 现在的话等于是毒跟火的话 其实都会比较玩得比较刺激一点 嗯 毒的话是比较稳定的 火球的话 其实有时候需要预判的性质去做输出 但是他大部分还是喜欢带小闪 因为小闪等于是一个小冰冻的感觉嘛 对 但是冰冻族现在会比较少人愿意去使用一点 因为前面上一版本冰冻不是消耗过了吗 对 削弱过了 而且现在的冰冻范围也小 你如果一旦交不好就血崩了 因为最主要你冰冻很容易会产生老年人的反应的话就很尴尬 但是应该主任我们打那个天梯四千多分的时候就能看到 其实在那个分段冰猪还是特别特别好用的 是吧 也就是他偶尔是反自用毒猪的人 对 而且冰冻关键是冰冻可以冻住像气球啊 还有这种皇家巨人以及他的后排 然后通过一个女武神或者是一个火球直接解一下也是可以的 刚好去解场用 等于是有时候不是进攻手段用 对 别人的进攻手段实在是节奏太快了嘛 如果用冰冻 他的冰冻偏防守一点会更加好 因为进攻的冰冻你会等于算是帮别人变相的一个屯兵嘛 如果你防守的话就配合自己的防御塔或者是攻击塔 可以解到对方那些部队 是的 对的 你有可能反守要开始想着怎么办法结偿那一大队兵 是不是一个火球还是一个火箭 那你像等于算是你冰冻四费 然后再随便再加一个火球或者箭雨 再火箭的话 你十费就八九费十费就出去了 其实是不赚的 是的 然后我们就是之前有说到那个防子流派嘛 然后现在确实虽然锅炉被改了 但是上场率不高 但是我又一次看到那个是应该也是天地位大神玩的吧 就是镜像双锅炉 这样子是玩纯消耗是吧 纯消耗就是然后再来一发导弹 就是纯消耗 前期纯防守纯消耗 然后靠那个锅炉的消耗和一个导弹 还包括一些公主这样的小费去解草 对的 锅炉为什么有时候在普通天地比较少见的原因是因为 过路如果你等级不够的话 你会进不了塔 你在塔没有到的时候 你的小伙人已经没有了 对 所以这次可能会比较少人现在去使用 可能过一段时间吧 可能每个人等级提升以后会比较多人用 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下场比赛 那下场比赛的话 他们又选了一套女武神黑棋 再加一个小皮卡的一个组合 是的 然后棋手的话还是底线下公主 这样子的话就要思考 哥布林去消耗了 但是这边手牌不是太顺嘛 跟哥布林消耗一下过过牌 这样子的话对面有黑棋 那他刚好挡住 好 那就把这个江东炮骗出来以后 他下一波进攻 就可以用猪 还是关键用这个小哥布林挡一下 他不是猪 但这边的话 名字一个小皮卡 确实单吃了很多东西 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我方会赛彩之气 应该去等一波了 等对方要反手防击 等于是他这一波要需要去截场 这边直接选择了皮卡加尼武神 的一波进攻 一个组合 但是这个兵法有点脱节了 但是这个小闪店家兵法 一下就把这个闪掉了 平时这边应对得非常不错 直接用一个小 你可能砍一下吗 哇 这一波还是防守不错的 没有让小皮卡继续地 保留过多的血量 对 一个小闪交得非常合理 如果不交这个小闪 小皮卡肯定是要敲到这个塔的 那这一波的话 就等于现在要考虑一下 如何反击了 因为他这一波 已经可以有采集器的优势 已经立好在那边了嘛 因为他现在这一波 可能要开始就被打了之后 他按明智的尿性 应该是再下一个 还是再下一个采集器 继续发育一下是吧 他是双采集器 然后去防的话 可以源源不断地刷一些小费 包括皮卡 替你防守 因为他对面的话 一波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刚也看到了嘛 然后必须要防守 但是看出来这个兵法的无敌之处 就配合一些小单位 就把这一波 挺看似凶猛的进攻 轻松化解了 对的 也就是他是防守的黄牌 他像足球里面的守门员 等于是现在 也就是教练家守门员 已经算是 身兼两肢了是吧 这边也是派出了守门员 在最后一波 其实这波被消耗其实还是不少的 皮卡存活的话 哇果然是接了一个女武生 在前排 这边后排的兵还是比较多的 要看这一波 OK 这个皮卡都好像没有砍出去 一下子有点可惜 因为刚好被慢动作了 对这时候真的看出采集器的优势了 可以永远不断地刷 一些小兵性防守 这时候也很聪明 直接解掉这边的工作 因为他左手边 接下来会有点难搞 基本用直接 用江东炮挡住这个皮卡 这一波轻松守下来以后 他下地区消耗 就只能把三个人来之后带走了 这样子的话呢 就要思考一下 如何去防守完这一波以后 再去发育了 那这个公主倒是蛮顽强的 他一直被护驾 就是没有太好的手段 去解那个公主 对的 他只能拿矿工去解 终于是了 OK 这个矿工也会去解这个公主了 对 但我注意到明智 有一波矿工 第二次的那个矿工 是下载了左塔 想要让对面去亏费 去解那个矿工嘛 对的 但是他对面应该 没有管那个矿工 对 但这个公主又存活下来 被皮卡继续护驾 刚才皮卡那个位置 还是下得非常不错的 就要把地鼠挤开 保护住公主 因为他的目标还蛮明显 就是你上矿工这时候 应该肯定要解我公主 所以我只要放我的怪 放在我皮 这个公主旁边的话 就能够把你处理掉 把这玩意继续使用皮卡 加牛神的力度 但是皮卡总是会被 其他单位吸引 这是非常非常恶心的地方 难过的一件事情 对 但公主的话 就是哎 很可惜了 这次公主终于要驾崩了 而且我发现 明智的这个小闪配合防守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确实明智这边的小费 很多让这个皮卡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就不停地 被这个小怪取消好 吃掉 这样子的话 就等于现在要想办法 继续去用矿工 偷对面的血 而且我方继续防守 防守对面这几个 一直会冲锋的怪 还有群解的怪 小店 小店一戒 小店的话 也是很好地 解掉那些胳膊帘 让皮卡对这个 兵法进行输出 能不能再砍到 没法砍 砍出来 直接这个路就带走了 这样子的话 就要思考 他这个兵法 真是王牌守门员 对不对很头疼 太恶心了 就你们 你觉得有什么 很好的办法 解决在前面的兵法 他刚刚那边的话 是直接底线 下了一个女武神 其实这个的话 是不太好的 一种防守方式吧 他是没有办法了 对 过不出那个扫皮卡 刚刚 其实他兵法 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了 因为你看的都是 小怪小怪之类的 但最后的话 还是靠矿工 这样子一路地去 挖掘对面 对 其实消耗能力 实在是太强了 知道 而且可以看到 那个兵法 确实是立了一个 非常大的功 让我们再次恭喜到明智 来晋级到我们 今天的这个胜者组的比赛 一会的话 他将会和我们 这个下半场的 第二组的选手 进行争夺 今天唯一一个 出现名额 那其实我们这个是 青春无极限 就要问